大家好,我是渔氏游泳城教练 我们在这个新的系列影片里面 我们会介绍二拍打水的练习方法跟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渔氏游泳学生里面很多都是原本游蛙式的学生 然后他们今天可能受到朋友的鼓励 然后想要去挑战铁人三项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要用自由式来挑战成功 但是在自由式的练习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采取连续打水的人 你不管是你是初学的时候你就学自由式 或是你初学的时候是学挖式的人 相对来讲连续的打水体力的消耗都很大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你如果是参加铁人三项的策略 如果你想要创造个人最好的成绩的时候 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思考模式 为什么我们要去用二拍打水这个方式 首先跑步脚踏车跟游泳这三个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说它是三个 几乎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运动 只是说跑步跟脚踏车是在陆地上 可是脚踏车的时候 你有一台自行车当做你的工具 然后跑步就是依靠你的双腿 那游泳的话是在水里面进行的 主要的推进的功能会是在你的上半身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三个差别很大 但是其实对一个比赛来讲 一定还是要从游泳 然后自行车跑步去完成它 所以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 你会有产生能量的消耗 可是能量讲起来有点模糊 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样是你的能量 你也可以说它是你的体力 也可以说是你的耗氧量 或是说你的什么乳酸等等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定义它 其实你可以去看你的心跳 你就知道你的能量消耗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有些比赛的选手 他们身上会带着心跳带 也是这个原因 你可以去监控你的心跳 可是如果你手边没有心跳带的话 你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就是摸摸你脖子旁边的脉搏 或是摸摸你手腕的脉搏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能量消耗的情形 如果你心跳跳得越快的话 那表示你的耗氧量或是你的体力消失了也是越快 所以你要常常的去监看你的心跳 有些人他会说他在跑步 长期的跑步过程之后 他的静态心跳会降低 也就是说他平常可能都是在一个能量消耗的状态 所以说他如果回到家坐在椅子沙发上面的时候 他的心跳通常会比平常人来的低 因为他的身体可能已经适应了那种 就是高度的能量消耗状况 如果你今天你是跑步、脚踏车、游泳三下 你都做得很好的人的话 你平常的心跳应该是会比别人低才对 但是我们在游泳、跑步、脚踏车 这三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你的转换率 今天如果我提高了你的10%的心跳 你从原本的心跳可能是每分钟120下 然后我们加快10分之1 就是10%好了 你从原本的120变成132的时候 转换率比较好的其实是你的跑步 接下来是你的自行车 最后才是你的游泳 就是说你的跑步 当你增加10%的心跳的时候 你的速度相对来讲也会增加比较多 游泳大概只能增加1%到2% 通常都是1% 因为毕竟你在水里面 然后你的阻力相对来讲会很大 而且你在加速的时候 水阻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所以说游泳反而是你的转换率最差的 所以我们通常在介绍这三个运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学生的策略是说 你不要增加你游泳的时候的心跳 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维持你的速度 用更轻的力量去完成你的游泳的话 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当然有机会的话 你当然可以挑战说你用更轻的力量 不要增加你的心跳 但是更快的速度去完成 这时候你就会使用到所谓的二拍打水 可是很多人他可能不了解二拍打水是什么 除非你已经看过很多网路上面的资料 或是看过游泳游泳的影片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先让你看一下我们的示范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先大概知道一下 二拍打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OK 先开始吧 变匀 你们可以 checking一下 下一个目的情侠 是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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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刚才就是我们的二拍打水示范的影片 那你也看到我的游泳示范的时候 二拍打水其实它并不是像平常你看到的那种打水 它是全时间都在打水 然后我们的打水是一下一下的打 每一下下手的时候就踢一下的脚 这个叫做二拍打水 那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做二拍打水 很简单的理由就是 我们的脚其实在打水的过程当中是上下打的 虽然我们的二拍打水真正的时候你是侧向打 但是如果你是传统那种连续式的打水 你的脚在上下打的过程当中 除非你的脚踝很柔软 不然的话你很难提供一个很强大的推进力让你前进 所以你看到那些小朋友他们为什么拿着浮板 叮叮蹦蹦可以打得很快的话 那是因为他们年纪还很小 所以他们的柔软度很好的情况下 他们的脚踝在甩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提供一部分的游泳速度 然后很多小朋友他本身他的手的肌肉力量 也没有那么的强大 所以他们的脚可以提供相对来讲 比较高一点点的能量让他们去前进 但是大人来讲的话 我们主要还是要靠手的动作 跟上半身的动作来前进 或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而且我们的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脚其实是我们全身上下最大块的肌肉群 如果你做一个没有很有推进力的动作的话 你会显得说浪费很多的体力 相对来讲你的耗氧量高 你的心跳就会拉高 所以照我们刚才讲的话 你采用二拍打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可是二拍打水真正在做的时候 其实你要像我们之前讲 测身打水换气转头回来 像那些动作你都可以做得很熟练之后 这个时候你要把二拍打水挑战加进去的时候 大概会在四周之后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中阶的挑战 尤其是讲到核心肌群的时候 你才会用到二拍打水 可是你怎么知道说你已经可以开始练习二拍打水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方法 就是你在测身打水的时候先不要换气 然后测身打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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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请你放慢你的打水的速度 然后几乎都快要让你的人不会前进 然后你甚至可以打一打打一打暂停你的脚 然后打一打打一打暂停你的脚 如果你可以暂停你的脚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脚没有很快的沉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挑战去做二拍打水 可是我们二拍打水的概念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主动直接产生前进速度的功能 它主要是做支撑跟旋转的功能 因为如果你的二拍打水转动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可以让你的身体从高位掉到比较低的位置的话 可以产生一个重心的转移 可以产生间接的前进速度 而不是说我二拍打水可以让你直接前进 是不会的 它只是一个支撑跟旋转的动作 可是重点来的我们要踢哪一只脚 刚才我们的影片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得到 就是每次我换手的时候 其实踢的都是固定的脚 其实都是下脚 就是我们的脚手拿起来之后 我们都是弯下脚踢换边 手拿起来之后弯下脚踢换边 下脚就是靠近池底的那一边的脚 所以你就不需要考虑的那么多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试看看 当你侧身打水的时候 拿起来打打打 弯下脚踢换边 拿起来打打打 弯下脚踢换边 这样子的话你会突然发现 二拍打水能够帮助你旋转你的身体 甚至比你之前在那边练习 连续打水然后转身换气的时候 更加的简单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们的打水有的时候会造成浮力的干扰 二拍打水最大好处就是 它不太能够提供浮力 它只能够提供你旋转的力量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浮力来讲其实是更有利的 OK 那我们在二拍打水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学生问的 之前其实我们于是原本的前创办人 就是Terry Loughlin 他来台湾的时候 在他的演讲上面 也有很多人问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既然二拍打水能够减少我们的游泳的能量消耗 然后我们打的可以打得很小 不需要打得很大 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 那问题是说 那可不可以不要打二拍打水 那Terry当时的回答是说 其实二拍打水的功能 比较像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两只手在挥动 如果你的两只手都不挥 然后你就这样子走的时候 可不可以走 当然可以走 只是不自然 所以你的脚一定是稍微的可以打一下 能够帮助你的身体保持平衡就好了 其实还另外有些人问说 可是他练习过后 他的脚总是打不干净 他没有办法说 只有下脚干纯的打一下 他的脚一定会稍微有点交互作用 这样有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Terry回答也很简单 他就说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 每个人其实我们真正在走路的时候 或是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的精准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表演者 如果你今天是要表演的性质的话 当然越干净越好 可是你只要能够分得清楚 到底是哪一只脚该用力 哪一只脚可能反作用力之类的关系 会让它稍微晃动一下 其实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我们能不能完全不要打我们的脚 然后能够继续游泳 一方面是不自然 第二方面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二拍打水打得很完美 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分得清楚到底是哪一只脚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影片 我们后面可能还会有好几部的影片 慢慢的去跟各位解释说 二拍打水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 才能够练得更好 然后我们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 去拍我们的游泳影片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示范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没有连续的打水 可是我们的脚的位置还是很高 当然是有其他的原因 可以让我们的脚变高 所以说如果你在练习方面有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问我 或是说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尽量把我们的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也可以学习二拍打水 这样子比较好的练习方式 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我们下一部的影片吧 拜拜 1 3